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散弹枪的使用与家房如何储存 那么今天拿的是这个MOSPER500 它是写实也是MARVICATA 其实两个差不多的 有的朋友买的WINCHERST 我那把WINCHERST前几天转就是前个日子转给朋友了 所以现在只剩给这个 好像是这样 那么他们两个操作呢 很多地方都是位置相同的 所以我就讲这个 你们就脑补一下到WINCHERST就好了 好 拿到枪之后第一件事 我们还是老样子 去检查安全 这个散弹枪 如果它关上 它是打不开的 如何去打开 有两种方法 一是扣板机 二是按RELEASE 这个扣板机肯定是你想都不用想了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子弹 如果你扣板机去把这个 这个就整个这些BOT打开 就是靠这HANKER PUM 打开的话 那么它有可能会响的不安全 那么记住了 咱们永远都是要用RELEASE 去打开这个 那么RELEASE在哪里 这把枪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小点 WINCHERST也是在这里 然后某些其他的款式呢 是在这个位置 前面 好 那么咱们就是按RELEASE 按住 然后轻轻的下方动一点点 这个RELEASE的手就可以松开了 你记住了 RELEASE的作用 只是你在你检查枪 或者不想开枪的前提下 把这个枪栓 就BOT打开 那么这个时候才会用到RELEASE 不是说你平常每一枪在靶场打 或者平常每一枪你在用的时候 都要去按RELEASE 然后再跑 不需要 正常的就只是靠板机就可以了 咱们检查 打开 好 然后咱们进去看 看 这个下面 还有枪管里面 要从下面看 这里面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你在这能看到一个金属的一个边缘 像这种金黄色的 它你能看得到 它如果有子弹的 你看 你看一下 现在这里是没有子弹的 黑色的 那当然还不太好 好的应该是去红色的 那么我现在用的是夹子弹 那么如果就夹子弹 你能看到这里有金黄色的 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咱们说这个散弹枪 它的操作与使用 一 咱们先说上弹 那散弹枪的上弹 它跟正常的 就跟其他枪不太一样 别的枪有弹夹 但是散弹枪是没有弹夹的 那么它是如何上的 它这个底线在下面 特攻弹枪都在下面 那么你就是拿你的子弹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五颗 六颗 七颗 八颗都可以 直到你装满了一只 那个载弹量 取决于你枪管 下面这根管子的长度 它底下这根越长 它所能分除子弹 也就会越多 那么 这个样子之后 你要如何使用呢 你看我现在一样拉不开 那么第一发也是老样子 按Release 然后 上弹 然后 射击 然后拉一下 它会掉出来 再 上弹 再射击 投降 然后你拉 用力 当然不知道像我那麽闷 我这只是 我要用的 我怕它飞掉 那么你都拉的动作 一定要 往前推要快 往后拉要快 退出来 直到你打没为止 然后你就最后会 扣枪没有响 或者你自己计算有几发 你就到那个位置 停下来就好了 那么 这种是 装满量是取决于你底下弹 另一种呢 是叫做 加一 什么叫加一 那么就是 咱们还是刚才一样 检查安全 安全了 好 没有子弹了 底下检查了 对吧 底下没有子弹 这是黑的 那么 加一的做法就是 这样 先按release 把枪传打开 把一发子弹放到里面 推上去 那么你现在枪管里 就已经有了一发了 再再底下装 那么不管你底下是 八发也好 七发也好 六发也好 那么你始终在枪管里 是有一发的 那么这个就叫做加一 但是这种方法 并不推荐用来看家护院 这种方法用来看家护院 其实是不安全 而且就是 你的肌垂 一直处于 弹簧被压缩的状态 是在蓄力的状态 那么 也许你放了一两年之后 可能弹簧 它力量会减小 造成它这个可靠度下降 打的就是 低伙有可能会想不了 那么 看家应该怎么放 看家应该怎么放 是这个是跟警察 他们在车里放的方法 是一样的 是这样 你拿到一把三辆枪 首先要检查这个枪 是否安全 一定要自己检查 不要听别人说 是安全不安全 然后基本上都是 unrelease 打开 看枪管里有没有 看这下面有没有 看这弹仓的有没有 也没有 好 那么 现在跟子弹没有关系 那么接下来要干什么 把枪推上去 这等于上膛 但是我说 这个动作叫做上膛 但是现在枪里没有子弹 它里面并没有 那么你对着一个安全的方向 抠一下板击 什么都不会发生 因为你的枪里彻底是没有子弹 好 那么接下来你要干什么 跟枪没有关系了 不要再操作枪上任何东西 开始去子弹 那么你去子弹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让这个前面的护手 尽可能的一直保持在前面的时候 那么好 现在这个枪 它就是一个看家护院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板击是没有作用 因为你的击锤 在扣空 就是扣空枪的时候 你就砸回来了 弹簧力量已经释放 它不会就是长时间的压缩 然后造成不可告 另外呢 就是它现在枪管里面有子弹 也是安全 它绝对不会响 那么现在这个状态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某一个角落 把它放下来 立在那里 旁边写个纸条 写着枪里有子弹 没动 或者把它锁在一个小办柜 那么这取决于你的家庭环境和家庭状况 那么这种方法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去再想着去开保险 那么保险跟你就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那么你只是要你个人不去故意的去给它上堂 它永远都不会有子弹在枪管里 那么如果突然来人了 那么你拿到这把枪 你该怎么办 它能可以打 很简单 拿着枪 对准你要打的东西 或者是入侵着 我就可以开枪了 这个速度其实可以很快很快很快 那么这我已经打了一枪了 那么我再拉一下 它就下枪上去了 那么很多人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想要说拿这个半自动散弹枪看家 那么半自动散弹枪看家 我会讲的 那么现在咱们现在一旦如果就说这个出现了故障 它这个就是蹦动有什么优点 蹦动的优点是这样 比如说现在作为一个模仿 比如说我打到第二枪的时候第二枪是不会响的 它是一个哑蛋 那么现在是 里面你刚才已经有一颗上号堂 蹦 咔 什么都没有响 那里面是没有子弹的 那么我现在需要干什么才可以继续打 反正来 拉推 蹦 又可以打了 那么我直接可以跳过第二枪 那么半自动散弹枪在这个排出故障 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不太好操作的一个枪 所以推荐看家还是比较偏向于这种 蹦动式的散弹枪 松开 正好 掌 删 剑 很 双 刷 刷